房屋土地短缺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香港買樓上車很艱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週四宣布 會在明年出售8,900個居屋單位 涉及7個屋苑 半數在市區 以五一折發售 最便宜只需要124萬 六字居就會提供4,700個單位 以四一折發售 單位最便宜是79萬 本屆政府共推出38,300個單位 比上屆政府多4倍 他又建議將今期六字居貨美單位 開放給輪候公屋超過一年的申請人購買 起碼他有個盼望 有個機會 他申請時說他可以抽到直接去買六字居 就不需要再輪候公屋了 另外 港府又宣布收緊居屋和六字居轉售限制 由兩年延長到五年 業主到第六年才可以在未保地價下 以自行已定的價錢 賣給六表或八居二買家 而公開市場發售限制就延長到15年 房屋不是一個簡單或普通的商品 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 即是在15年內 他都不可以拿個居屋或者六字居去補價 然後拿去公開市場來賣 確保這些非常寶貴 珍貴的房屋的資源 都是在有需要的人的手上的 林鄭月娥又重申 解決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的政策 會壓縮建屋程序 精簡城市規劃條例等五條法例 販治局會在明年第一季 向立法會提交具體建議 有政黨人士說 那批六字居貨尾單位 只剩下500多個 對減低輪候公屋時間 根本是杯水車身 而且那批貨尾單位 全部都是不夠200呎的納米樓 他批評林鄭出口術 未能真正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有議員說 放寬六字居資格清貨尾是權宜之計 只能勉強接受 但有可能造成交付友的申請人 透過購買六字居變相打尖上樓 打亂公屋資源分配原則 東網記者南豪傑報導 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